不要想說這一疊的鈔票當中 你抽出來幾張不會被發現 其實還是會被發現的 我們要來看到是第一銀行 桃園大南分行的內鬼案 現在知道這名理性的出納主任 疑似是因為投資失利 他竟然利用植物之便 就趁著清點清庫的時候 從每一款鈔票當中 就抽這麼幾張 抽這麼幾張帶回家 今年累月下來竟然偷走了 629萬元 他想說等到我賺錢的時候 我再把錢還回去 但沒有想到現在就是東窗始發了 第一銀行這邊逮到內鬼之後 是報警處理 而經過調查這名理性主任 並沒有挪用客戶的資金 而他到警局做筆錄的時候 痛哭流聽 白黃花的清原紙鈔 每天進出銀行 還存入民眾血汗錢 數量龐大缺一不可 但竟然有金庫主管監守自盜 銀行驚爆內鬼 疑似就在桃園某間分行 穿錯員工 利用植物之便 床入金庫還得手600萬元 根據瞭解 低銀行桃園大男分行 約45歲的李姓桂園女主任 因為投資股票 起貨失利 慘賠上千萬元 便對金庫動起歪腦筋 從去年過年開始 每週一兩天把銀行庫存 當成自己的紅包 從一百萬元裡抽出一萬到兩萬元 藏金包包內帶出 用ATM存入自己的帳戶 就這麼挪用分行庫存現金 高達六百二十九萬元 根據瞭解通常分行金庫裡 會存放六千萬元現金 一百萬元一捆 只要清點有六十捆就沒問題 但四號台風天過後 有行員發現 同樣六十捆怎麼整體高度 有落差發起全面清查 不過金庫密碼 只有銀行主管 和金庫金辦行員才知道 而李姓主任 每天負責積合庫存收支狀況 是金庫的第二把腳椅 則無旁貸 他眼見只抱不住火 才老實交代 本分局已通知涉案行員 到案說明 將清查相關金流後 依業務侵難罪 移送桃園地檢署偵辦 第一行員回應 已經報警處理 經過調查 該命行員沒有挪用客戶資金 李姓主任到警局做筆錄時 還哭哭啼啼 內心懊悔不已 好 主管職不作 挪為內鬼 這下恐怕丟了飯碗